小卖部进了好多盲盒啊 蛋仔盲盒不错 来两个 第九蛋的也来两个 再来三个蛋仔盲袋 再来两个寻宝蛋仔 老板买单 哇 买这么多东西 一共要两百块 老板 我用这个小黄鸭给你唤醒不行 可以 但是只能换一个蛋仔盲盒 不非你能教我怎么触发这个隐藏特效 那我就和你换 这很简单的 先把小家号点消失 然后在评论里输入 两个抱抱表情 发送就能触发隐藏特效了 老板 你看 哇 真的有了 那我和你换了 回去开盲盒喽 我回来了 现在再来两个新宝的 第一个 又来一个我最爱的粉丝 看里面有什么 哇 这一简单的嘴啊 哈喽 你看到了 它像是金色的耶 哇 上来找到这么好的屁 哦 你个带小本 看着小眼睛 看着好可爱呀 还有一个绿色的小蛋仔 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看到什么 不剪 看看啊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 我看到了 这个好像不是金色的耶 这是啥呀 这好像是一个蛋仔碎片 这上面应该是蛋仔家族吧 新宝的那里面 主要的两个还挺不错的 那我们再看 网站里面有什么 哇 出来了吧 哦 是针仔厉财 这个拆了是个蛋小黑 再看下一个 哇 这个又要哪一个呢 蛋小粉 最后一个 哇 这个希望来个蛋小黄 看是不是啊 出来了吧 真的是蛋小黄 登登 它们组织好就是这样的 现在拆盲盒的 放在酒店了吧 看这个能不能看到隐藏吗 哇 这个是哪一个呢 好像是个小熊 这是隐藏款 那个兴起来还有一个杜袋 这里面抓到什么呀 哦 这个是袋鼠杜宝 看着还蛮可爱的 下一个 给我来个隐藏款嘛 哎 到底是不是呢 来 看看啊 这是哪一个呀 这个好眼熟啊 哦 这个我之前拆到过 是乙夫 它隐藏款是粉色的 我拆到是蓝色的 别人拆过隐藏款 现在我们这两个蛋奶盲盒了 看它里面又能看到什么 来吧 对 蓝色的 这是啥呀 哇 好可爱啊 它好像是一个鼠鼠哎 看来小表情 太猛了 它好像是做的蛋壳里的 看着是练练练的 里面好像有散粉和亮片 这是还有电池吗 哇 它还能发光啊 很好看啊 你怎么知道它叫什么圆盒 这个有点意思啊 等一下下一个是什么 哎 穿上来吧 登上来 嗯 嗯 哇 这个好彩呀 这上一个奥特曼 咦 它这个材质和上一个好像不一样的 哦 这个是隐藏款啊 我的意思也太好了 第一次开就开到隐藏款 它整体都是换彩的 我们把灯打开看看是什么样的啊 感觉这个打开应该更好看 怎么不亮呢 它好像坏了